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同意选择 丁氏基建的举手 评票 老郑 你怎么不投票啊 老郑 你要表个态啊 武器权 你 你 好了 让东江建设和丁氏基建 完善具体方案重新提交 我们改天再投票 你怎么安排他 我 这 我这 这 江总 我正好找你 什么事 今天我和郑律师过了一遍材料 他说我们材料中还缺一份补充协议 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 什么协议 配煤中心和储煤基地的规模 是我们上市的重要筹码 关键是现在我们和崖山煤矿的合作协议中 缺少一个条款 需要签订一份补充协议 约定中转用煤留存两百万吨 就万无一事了 没问题 这个忙老廖会帮的 喂 老廖 等等 管长 管长 我觉得这事要再考虑考虑啊 我的意思是照顾管长 这不过是帮东江港一个忙 用不着那么较真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原则 这白纸黑字盖着合同章 这就有法律效应 这二百万吨煤是要从账上画出去的 我这个总调度 你让我怎么交代 你这是诚心较真了 这两百万吨是包括在一千万吨里的 管你账面什么事啊 管长 这个事真得较真 咱们是跟东江港签了一千万吨煤炭的中转合同 这个不假 但这是十二个月 也就是说每个月八十几万吨 那你让我怎么留出二百万吨 照你这么说 这事就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了是不是 这不是有没有商量余地的事 是这个事东江港根本就不该跟我们商量呀 我们又不是买主 对不对 如果这东江港非要这二百万吨煤 我建议他们去找买主 赵大夫 你少跟我阴阳怪气的 你对基建招标有意见摆在桌面说 你难为人东江港干什么 好 矿长 我对你是有意见 可今天是矿长办公会 讨论的是生产问题 有些话我不方便说 等到了党委会啊 我会主统盗豆子 有什么说什么 毫无保留 我赵大夫不是那种 背后搞阴谋诡计的人 好 我看今天到会的都是党委委员 我们就开个临时党委会 你赵大夫就主统盗豆子 把你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 我听着就是 好 小李 你做好记录 我对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 廖狂长 你要是问心无愧的话 我们把今天的会议记录 抱到省里面了 我心里有什么鬼 你有话就直说 我就想知道 东江港的江河 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赵大夫 你少跟我上纲上线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 说我上纲上线 你是什么人 你自己不清楚吗 别的不多说 我们崖山煤矿 不是没有想过上市的 可为什么迟迟没有上市 这还得拜你夫人所赐吧 一个多亿的售煤款不知取向 财务审计通不过 你敢说这一个亿的货款 你不知道去了哪儿 你什么意思 你是总调度 我要是参与其中 你会不知道 是 我是总调度 可你是矿长呀 如果你矿长编个理由 让我发霉 我敢不发吗 你敢污蔑我 我污蔑污蔑你 我们把今天的会议记录 报到省里 让省里定夺 小李 把今天的会议记录 整理好给我 我亲自送到省里去 我先走了 小李 江总 崖山煤款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本来啊 我没好意思催人家签协议 今天不是没忍住吗 就打电话问了一嘴 你猜怎么着 他们昨天开会 赵大夫突然发难 说廖工长是收了我们的好处 跟我们一起玩弄虚作假 还扯出一亿售煤款不见了的事 然后就闹到省里了 巡视组当场就派人下来了 正调查呢 这赵大夫敢这么干 谁知道他发什么疯呢 江总 这还有五天就报送截止了 没有补充协议 咱们怎么办啊 我去找老廖 没用 廖工长现在被关在 纪委的招待所里 谁都不让见 市长都见不着 这么快 我听说他那帐 也没那么难查 巡视组不到半天功夫 就查出帐有问题 关键是他老婆又死了 他说不清楚啊 当时就停止调查了 小李啊 准备车去省里 好 好 那我知道了 咱明天见 好嘞 董事长 好消息啊 廖汉中被停职了 现在是赵大夫在主持工作 他通知咱们 明天拿着基建合同去签 效率够高的 赵大夫他这次是合出去了 一招致命拿下廖汉中 既让咱们拿到主厂房的建设合同 又给江河他们上市添了毒 如果江河这次过不了会 那他往后 可以不好办了 我就欣赵大夫这种人 只要抓住了廖汉中 房秋平不出现 就没有任何问题 原来煤化工园的基建项目 是由丁总来负责的 那您看 这次是不是把他给请过来呀 葳葳现在还给我闹脾气呢 回头我给打个电话 合同签好以后 你带工程队 计划进入工业园 先干起来 等廖汉中回来 省迷煮声熟犯了 看得怎么样 那您看 工程队的负责人找谁好啊 薇薇跟我说过 江河有个弟弟叫江涛 他以前干过工程吗 这个江涛我听说 他之前是听心留职搞过工程 后来因为业务不熟 失败了 这才又回了东江岗 你呢 找他谈一谈 看他愿不愿意做这个队长 和基建公司的副总 这个江涛他对业务不熟 而且咱们的主厂房建设 那可是有特殊要求的 那好办哪 你只要给他找一个 懂业务的副手 始终跟着他 我要的 就是名义上的负责人 好 我这就去办 程副省长 你怎么能给他停职了呢 江河 您是安务造 我们虽然成立了专案组 但一直是秘密调查 就是怕打草惊涉 追不回收没款 现在赵大夫把这件事情捅出来了 正好趁了个机会 让专案组公开询问 辛海涛 赵大夫这些人 听听他们怎么说 看看他们是否知道 书没款的下落 我们也可以顺势夏儿钓鱼了 钓鱼 您是说方秋萍 没错 这是宋处长的建议 他们推测 方秋萍出走得突然 未必有空转移 或者全部转移收没款 如果公开立案 给方秋萍一种紧迫感 没准他会跑回来想办法 可如果风声太紧 这方秋萍是不敢回来自投罗网的 所以啊 过一阵子 专案组就会做出 这件事暂且放下的一种假象 方廖汉忠 回他的崖山矿区 原来是苦肉计 虚张声势啊 让我白着急一场 谁让你小子沉不住气的 怎么着 你还心疼上廖汉忠了 跑过来替他喊冤 他一个堂堂的矿长 眼皮底下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还委屈吗 他还委屈吗 我告诉你 这几天 他得把问题好好地说清楚 就算没他的事 等案子了了 他也得受到实质失查的处分 是 他不委屈 是 老郭 眼看最后一天了 你们那个备忘录 到底能不能拿来 大成啊 说句老实话 我也不知道 你说本来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谁想到会节外生枝啊 张律师 关键是他们现在主持工作的副矿长赵达夫 非要在补充协议上跟我们较真儿 你说怎么办呀 大成啊 我们能准时赶到 你放心啊 好 我们一会儿见 一位啊 这都几点了 你问一下江总 他到哪儿了 刚打完电话 他连夜赶来的 嗯 当然如此吧 走 上车吧 走 江总 车台导航显示 前面已经堵了大概一点九公里 根本动不了 好 大成 郑律师 你们江总呢 哦 江总正在赶过来路上 应该很快就到吧 哎呀 这都几点了 什么时候了到现在也不到 再把人家下班了 能有什么办法 咱们再等等吧 这 哎 怎么回事啊 我跑过去吧 你慢慢开过去 江总 郭川 要不我先进去 跟他们说一声 他要再来不了 咱们就申请延期吧 不行大成 那现在申请延期的话 那会让那些委员们 对我们的印象差到极点 哎呀 这没办法了 你看这人也不到会 我再不说明情况 这怎么行呢 十分钟 再等十分钟 如果他还不到的话 咱们再去申请 来不及了 江总来了 江总 你终于来了 你没坐车啊 这是崖山煤矿的补充协议 哎呀 这太好了 这来的时机刚刚好 走 咱们一块儿进去 赶紧 快走 我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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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江港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董事长兼总经理江河表示 东江港将主动服务于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 自觉融入到 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大局中 与其他岗口企业做到合作共鸣 实现错位发展 江河又干成一件大事 大事都是他一个人干的 对 对 就算是江河取得了一点成绩 那也是在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下取得的 这感谢市里的领导 尤其是市长大人 对不对 阿姨 对对对 对 别在家里给你爸戴高帽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啊 你这是变相替江河说话 差不多得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看江河顺眼 搞得我请人家来家里吃饭 他都不好意思来 不好意思 那正好别来 那正好别来 我说你都活到这把年纪了 还那么傲娇 就不能改改你的脾气 妈 傲娇这菜你都会用 你妈我会得多着呢 用的是地方吧 非常准确 给您点个赞 好 江河是今天回来吧 嗯 找个时候啊 让他来家里吃饭 这段时间啊 竟蒙上市的事也累了 我给他做点好吃的补补 好嘞 谢谢妈 人家自己有妈啊 不用你补 我愿意 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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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了 叶老师我跟你讲啊 我看到新闻了 你们家江河真有出息 才多少年啊 就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 那是国家政策好 领导啊又支持又扶持的 这傻小子他命好 你谦虚了 你谦虚了 现在江河 可是我们港口人的骄傲 对了 孩子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你看你儿子 爱情 事业 双丰收 你是当母亲的 心里美滋滋的吧 美什么呀 不提这档子事还好 一提这事啊 他我就生气 为这事 我跟这小子 都快成仇人了 市长千金你都不满意啊 不是 那卢倩这姑娘啊 好事真好 长得又漂亮 学历又好 这人哪又懂事 只是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可薇薇也不错呀 还有我那大孙女默默 多好啊 我是希望薇薇跟江河俩人能复合 江河又不是小孩子了 他想要什么 他自个儿心里清楚 你呀 就别操这份心了 我不操心能行吗 我是他妈 谁比我能更疼他 叶老师 不是我说你啊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尤其是感情上的事 咱们都已经老了 你可别在里面掺和 是吧 让孩子们自己去处理 我走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像你爱活到算 今天是个好日子 好 今天是个好日子 这么大的事 咱是不是得找个地方庆祝一下 我告诉你啊 我到现在还没回过身呢 人回东江了 神还在教育所呢 说真的啊 我现在才发现 这仪式感这东西啊 还真是挺重要的 你知道吗 我刚站在那台上那一刻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挺神圣的 我突然发现呢 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迟了 再等几年 等十几里长的湛桥 跨入深海 你站在码头上 看着国际远洋轮船 停靠东江港的时候 那种感觉 更深刻 不对啊 我说吃顿饭的事 你这一杆子 给我吃到好几年后了 不带你这么抠的啊 喂 妈 我回来路上了 好 我一会儿去您那儿吃 嗯 怎么的 去我那儿吃啊 给你开瓶好酒 歇了吧 不打扰家人团聚了 我还是自己解决吧 多吃点 难得你们哥俩 都回来陪我吃饭 嗯呢 你也学你哥 现在开始也不招家了是不是 你这多长时间都没回来了 妈 我前段时间天天过来寄消息 您说我是吃钱饭的 现在呢 你又这么说我 这年头做人太难了 妈 我自己替江涛说句话啊 嗯 那崖山化工园的厂房工程挺重要的 既然丁氏让江涛负这择 你就得好好干啊 太不容易了 董事长今天居然体恤我了 我听老廖说 具体工程的事都是你手下的副手在负责啊 对啊 我现在说副总呢 你那跑工地不合适吧 你副总怎么了 人家把建筑公司交给你 你该跑得跑啊 你吃不了苦还想吃建筑这碗饭 对对对对 我很负责任的 放心吧 哥 行 你们俩都忙 自打薇薇走了 这墨墨 我也看不见了 妈 你怎么又还是了 好了好了 妈不提薇薇了 你跟那个卢倩 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 妈 你不反对我跟倩倩在一起了 妈反对有用吗 我越反对他们呀 他们这感情越好 我现在算是想开了 你呀 自己也大了 我也管不了了 我也就不管了 妈你没受什么刺激吧 你就这么轻易放过我哥了 你别别用天牙不转啊 你哥老大不小了 他一天到晚工作那么忙 这身边怎么也得有个人照顾照顾他呀 是 妈 我没那么娇气 再说了 那倩倩啊照顾他呀 揪揪揪揪揪 看这意思好事将近了 哥 我有朋友做婚敬的 相当知专业 这卢倩要是有什么这个梦话婚礼的想法呢 我让他策划一下 帮你们满意 我们不养大朝大办 结婚嘛 简简单单最好 那不行 这不能听你的 你得问问人卢倩的意思 再一个 得听听人父母是什么意思 对啊 那行 你也别愣着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你是不是也该正经找个女朋友 别一天闹得这么点儿郎当的了 怎么突然到我这儿了呢 二人在用 我吃饱了 你说正经她不爱听了 感觉你也给她找一个 妈 我也吃饱了 对 你 我给她的机场过来 路上有点塞 陶长长 秦总啊 您好 张总好 郭总好 好久没见啊 江总啊 怎么 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 各位 新海港的建设 对港口设备的需求量 是巨大的 一级设备的公开招标呢 就有大量的 有实力的企业前来竞标 我也希望我们自己的港机场 能抓住这个机会 挑起这个担子 江总 东江港机场的情况 我是了解的 当年卢市长 在东江港的时候 是由一个机修厂 慢慢发展起来的 当着陶长长的面 现在我不怕说得罪人的话 咱们港机场呢 生产实力是有的 咱们现在码头的很多桥调 不都是自己生产的吗 把这一期画出一块去 交给陶长长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要和央企外企 去进这个设备标 恐怕赔跑的概率 比较大吧 秦总说的是实话 这几年 我们的制造能力啊 再稳步提升 不过在技术上 一直存在软肋 我的想法呢 是咱们的港机场 和长顶港机场 联合竞标 长顶港机场 就是谢贵庆的那个吧 对 江总有这个想法之后呢 我们也详细地了解过了 其实这几年 陶厂长一直和长顶有合作 长顶的技术和实力 在全国都是一流的 如果两家能结成结合体 优势再互补一下 我觉得竞争力也会大大提升 江总啊 你这是在跟我出难题啊 设备标这一块 是由我来分管的 到时候我是不偏不倚呢 还是 老千 既然是公开招标 那结果一定是由 评标委员会 和我们综合把握 一切从海港工程的利益出发 我呢 没有让你照顾自家人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陶厂长 不能失去这次 做大做想自己企业的机会 有几位领导的支持 我们也愿意放手一搏 发展自己的港机 当然是件好事了 既然大家这么有雄心壮志 那就拿一期的设备标 来试试水吧 那陶厂长 既然思路已经确定了 跟长鼎后面谈判的事情 您就抓紧吧 如果有需要的话 让沈总配合您 没问题 陶厂长 这本就是一件双赢的事 由沈总亲自出马 我想谢国庆一定会同意的 张总 怎么了 有一艘外界货轮 出了点事 东江港成功上市 新港口的建设 又得到城里大理支持 吸引了好几家洋企 还有国外实力雄厚的 建筑商参与 就连山区重工也去了 江河这回真是挺风光啊 江河想让我们出去 我不会让得逞的 黑岗一期设备工程的招标 我们不能错过 但是之前我们是因为 这 这个股份的事跟它闹僵了 我们现在去投新海港建设的这个标 我们还能有多少胜算啊 看来我当年录入马来西亚历次重机 是正确的 现在维维呢 整的日本和山西他们 一旦协议达成 加上历次 我们就是如虎天意 将来在海港设备这个市场上 那江河就得看我们的脸色 这艘赛布鲁斯基的货轮 是昨天晚上进入茅地的 正在排队进港 我们已经告知他们预计 要排三天左右 可当病大夫突然发病了 谁送过来的 人现在怎么样啊 是刘奎自第一时间送来的 因为是突发情况 来不及找翻译 幸好码头有位年轻生帮忙 才顺利跟医生把病情沟通明白了 现在已经没有大案 江总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看看 人呢 这个大夫十五过敏 反应有点大 现在没事了 江总 就是这位年轻人帮忙翻译的 谢谢你啊 怎么称呼 我就干什么你 江总 你跟他不用客气 我儿子刘昊 大学刚毕业 回来看我把金老胖这事 还好没有我捅娄子 刘昊 他长得都认不出来了 有出息了啊 江叔好 赵真好 叫江总 江 江总好 别听你爸的啊 你爸年纪比我大 教书没毛病 好 毕业以后分配到哪儿了 我学的是港口航道和海岸工程专业 今年东江港招聘应届生 我已经完成认识了 江叔 我是在咱们港口集团的支持下 读完大学的 现在当然是要回到东江港 参与新海港建设 好 刘黑子 你有福气啊 报告组织 迅速到地震室 我的想法呢 是咱们的港机场 和长顶港机场联合警票 听到啊 今天看好啊 托叮咚了福 说得过去吧 这段时间 我们海港一期设备工程 不是在招标吗 我在招业竞标的那个名单上 看到了丽丝重击的名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家企业 背后最大的股东是您吧 秦总好记性啊 新海港的工程 众多企业都盯着呢 但凡有点实力和市场判断力的 都不会凑合这个机会 虽然之前因为退股的事情 我和江涵闹得不愉快 但是这次第四 凭业绩和实力参加竞标 我相信 东江港会一事同仁 给一个公开公平的平台 我说得对吧 秦总 那是当然了 这一期设备招标的事情 是由我来负责的 我也不妨告诉您 我们自己的东江港机场 也参与竞标 而且 江总一代无关照 一定要公平对待 不能因为是自己的企业 就靠特殊照 这个您放心 东江港机场参与竞标 恐怕分量差点吧 您说得没错 所以 江总特意让 东江港机场 和长顶港机场联合竞标 这事如果要是成了 李斯就多了一个警笛啊 有竞争好啊 中标以后 才显出我们的实力吧 既然董事长这么胸有成竹 那就当我没说 有空到东江港来 请您喝杯清茶啊 好 好 马上摸一下 长点刚机场的情况 到这儿去办 董事长 姜总 你一看这事闹得你多不好意思啊 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应该我们请您才对 你应该给个孩子借什么疯呢 黑子 踏实坐着吧 看你儿子多稳啊 看你儿子多稳啊 黑子 我们今天是私人小聚 没有什么上下级 我只看大侄子有出息 我也高兴 现在海港建设啊 需要的就是年轻人才能加入 他们有学识 有知识储备 还有这么一股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 来了 今天你们啊 都是沾他的光 是 我们第一杯 庆祝这个刘昊 学成归来 谢谢 刘黑子后继有人 我们东江港又添新鲜血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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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姜叔 沈叔 还有卢倩姐姐 真会说话 不是 没毛病 叫姐没毛病啊 你看 小刘昊挺能喝 来来来 我来我来我来 沈叔给你倒 睡 坐好了啊 坐稳了 谢谢 谢谢 干杯 丁总 山琪已经同意提供最新的技术给我们了 就等签约了 是啊 没想到这么顺利 我还以为还得再谈几轮呢 山琪很看重一带一路以来出现的海外市场机会 她也知道 丁氏图的是长远的利益 并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 所以这次合作算是相谈甚欢 有了山琪的技术支持 但是 丁氏去进海港一期乔调标的事 就更有把握了 丁总 等把山琪的这份合同签下来 我们就回美国吧 您这次来日本 默默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是能看出来 她不是很开心 这次谈判确实是有点突然 不过你说 董事长人在东江呢 分身乏术 我不帮她谁帮她呀 不过还好 合同签完了 我任务也就完成了 后面的事就按刘成走就行了 律司 应该不会有她的问题的 来 咱们再喝一个 应该的 辛苦你了 应该的 这个县呢一定要捋好啊 先生呢啊 好厂长来了 好了 老林 抓紧时间啊 你盯着一下 你盯着一下 好 沈总啊 这位就是常宁港机厂的厂长 谢国庆 谢长长 这是我们港口集团的副总 沈亦威 你好啊 谢长长 沈总 合作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你 这事怪我 我这工作没做到位 以后啊一定常来常往 早就听说 谢长长是个技术狂人 能整天泡在厂房的厂长 真是不多见 习惯了 闻不到这股油味 浑身难受 现在全社会啊 都在讲工匠精神 谢长长十年如一日地 去琢磨这个港机技术 确实很难得 千万别这么说 我没那么高尚 我这个人哪儿不懂别的 我这脑子要是不琢磨这些 还真不知道干些什么好了 沈总 唐厂长 咱们办公室聊 好 沈总 真是年轻有谁啊 沈总 唐厂长 好 里边请 先坐 谢长长 这场景的技术研发力量 在你的代理下 可一直是领保全国啊 这拥有的国家级技术专利 已经数不清了吧 哪里呀 技术研发永无止境 而且花费巨大 来 沈总 这些年呢 我跟陶厂长合作 也是各取所需 既然之前我们有 那么良好的合作基础 不知道您对我们两家 联合竞标海港一期项目的事 怎么看啊 这件事我们局长非常支持 如果有你们的技术投入 我们合力拿下 项目标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我们长鼎这些年呢 一大部分的资金 是靠港口集团的支持 东江港机场 是你们自己的人 咱们联合竞标 这是件好事情啊 我举双手三上 都说搞技术出身的人 说话不绕圈子 谢长长果然是爽快人 有长鼎的技术 再加上 东江港机场的制造实力 我相信我们两家拿出来的标书 一定不会比任何一家大品牌差 那是 如果这次能一举中标 打小我们自己港机的品牌 那以后我们完全可以建立 更加深度的合作呀 没错 感谢沈总和陶厂长对我的信任 预祝咱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来 来 坐 喝茶 喝茶 这个茶不错啊 长鼎港机场的厂长谢国庆 是个技术性文材 在他带领下 长鼎厂的技术研发能力 确实是出雷把脆 不过 这个谢国庆只知道埋头苦办 他不懂得市场推广 而且长鼎厂 在制造大型设备的能力上 还是有所欠缺的 想和自己的港机场 有这所的能力 如果长鼎在弥补他技术上的弱力 那他们就更有竞争力了 其实咱们丽丝的制造实力 跟东江港机场是不相上下的 现在丁总不是跟山崎正在谈合作吗 假如我们跟山崎能够联合竞票 那胜算可就大了 我另有打算 那您的意思是 我要见一见这个谢厂长 来 谢谢 来 你过来 过来 看什么呢 你看这儿 码头 心脏 以后这一溜 都是我们自己的桥调 中国制造 东江桥调 所以你还没有没有 码头 就是谁 我就是试鲁肯定 从学习 从学习你 才是神晨的 没用 但你从学习你 很充分的 中文字幕——YK